管理学大师彼得·杜拉克说,如果你不能衡量它,就不能管理它。 张忠谋也曾说,没有办法数量化的东西就无法管理,或者很难管理。 相信新上任的经济部郭智辉不常会同意。 民进党常年的理念就是飞河,一心一意要把台湾变成飞河家园。 7月27日晚间10时和三场一号机停机,民进党的梦想又进了一步了。 这次停机出现了95莫瓦的电力缺口,再生能源风光发电一时补不上来。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,经济部因此派了民营的丰德电厂三号机上场代打。 丰德电厂的装置容量游胜和三场一号机,游刃有盐,问题是天然气发电会增添二氧化碳排放量。 台湾离前总统蔡英文宣誓的2050净零排放越来越远了, 厂商面对欧盟施行在即的探关税边境调整的困难度又增加了。 经济部只有寄希望乌太阳能发电,风力发电,以及环境部不长彭启明最新清点的低热发电了。 那,蔡英文八年任内大车拼的再生能源总能救援成功吧? 抱歉,能源统计手册告诉我们,2023年再生能源只贡献了9.5%。 于2017年赖清德当行政院常识所承诺的2025年再生能源发电占比20%差了10个百分点不止。 奇怪的是,台电在2023年绿能发电量比起前一年大幅下跌,少了20亿度。